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我們的數位政委 唐後唐政委來跟我們介紹開放政府與性別平等 讓我們知道說到底現在我們的那個政策裡面開放政府的政策到底哪一些部分會跟性別平等相關呢 我們今天也會用高科技的就是手機跟平板然後可以上待會政委會介紹這個網頁 然後可以跟政委一起互相交流意見 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的趁這個機會好好問一下政委 就是一些政策上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唐鳳唐政委 很開心可以到這邊大家可以叫我唐鳳就好 然後我剛剛剛好聽到上一堂的最後大家沒有來得及問問題 所以這次這堂剛好相反就是一開始就讓大家問問題 然後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可以連到我們slido.com 然後輸入今天的日期824就可以到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其實是如果有用過Facebook或之類其實就都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輸入你想要問的問題啊 或者是我在講到一半你可能覺得就是有哪些地方你還想要更深入的聽啊 都可以直接key到這個聊天室裡面 那我們有試過這個這個聊天室本來可以是所聚名的 可是聚名的呢都只會受到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所以今天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這個隨便想問什麼問什麼跟政策沒有關係也可以 然後那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呢你也想問 或者是說別人的意見你很贊成那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之後呢這個讚數越高的越會浮到這個上面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我就會從讚數最高的開始回答起 然後通常就是一直到就是看什麼時候六點半嘛對不對 就不要耽誤大家吃晚餐就可以了這樣 然後所以現在就是很歡迎大家直接連上去 然後雖然這一台電腦連WiFi好像出了一點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大家想問可以直接問 然後我們排除這個WiFi連線的情況 各位的問題就應該會直接顯示在上面這樣子 好那有人如果連不上或沒有帶手機或者怎麼樣的話可以先舉手講一下 或是你想問什麼跟隔壁說一下然後OK好 那在大家在連的時候 然後我們不好意思子偉那個可以把我包包給我嗎 因為網路好像連不上 謝謝 對啊不用用手機的 對其實不一定不一定需要用這邊的WiFi 因為這邊WiFi好像不是很可靠 所以所以就大家用自己的4G啊或者自己的電腦就可以了 然後我自己這邊也要試著連一下 對我自己手機就沒有問題 好所以你看這邊就已經開始 有一位問說這個麥克風適應 那這個當然是 那像我回答方式就是說 我會先把他的那個名字像這位是去念出來 然後會說去這位朋友問麥克風適應 然後在這個其實我沒有什麼可以回答的 所以我就說把Archive起來這樣 然後那同樣的就是如果現在還沒有連到的話 可以試著把WiFi關掉 然後用自己的4G連連看 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 那通常我會等到這邊累積到大概5個到10個左右的問題 我就會來這邊回答 那在一開始就是 因為今天理論上是要講開放政府 那開放政府其實是一個跟就是性品一樣 它是一個非常像是文化素養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它其實並不是一套這個固定的方法 那所以我待會會放一些影片 就是我們為了要跟大家介紹開放政府 我們在農曆過年的時候拍過一個影片 然後再稍後又拍過一個影片 大概講一下 那其實它就是一套價值啦 就是說開放政府的目的 是要讓人民跟政府中間有更密切的連結 那增加人民跟政府中間的互信 那但是互信其實不是一兩天可以養成的 那所以總有一邊要先相信嘛 所以人民不相信政府那個是當然 因為我們從威權出來還沒有多久 那所以政府可以先相信人民 那政府先相信人民的方式呢 有幾個 那第一個就是透明 就是先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先很容易的讓大家可以知道說我們正在做什麼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透過這個透明的各種不同的方法 去讓不習慣可能文字比較習慣圖像 不習慣圖像比較喜歡影片或互動 各種各樣不同的族群 都能夠知道說我們正在做的 跟他們利益相關的事情大概是什麼 然後在他們理解之後呢就可以進來參與 那這個參與呢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那最簡單的 其實就是像各位現在已經有的這個參與權 就是我們叫做議程設定權嘛 就是說我要講什麼是由大家提的問題來決定的 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政府所有能夠討論的東西 都有一個討論的順序 那這個討論的順序其實從某個程度上 我們越早能夠讓被影響的人知道 或者被影響的人參與 那這樣他們就越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指示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那當然大家參與就會提一些意見 那所以呢這個課則呢就是剛剛像我說的 就是說大家如果按讚數最多的 那我保證我會先回應 或者說我保證我會具體的回應 那這個呢就是我課於我自己的一個責任 就是accountable 就是說大家這個參與不是白參與 而是說它會變成我一定會做的 或一定至少要考慮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在考慮完之後 好不像我回答的問題 那這樣子呢這些東西又是很透明的 大家都可以聽得到 然後又可以再進一步的追問等等 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循環 好那我們就先放一些三分鐘的短片 好 嗯 好多說 好多說 讓我們繼續看一下選擇 首先呢要做出好菜的第一道工序 不外乎是慎選食材打好基礎 任何在廚房當身的事情都要開放透明 才能夠敬佩起見面 大家好我們來看看今天為大家準備了什麼食材 青椒菜 紅油蔥 玉桃 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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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一顆愉快的心 一起來準備開放政府大火鍋 欸我來啊 給大家說一下 雖然開放是很重要 但是呢保障人民的民事權也是很重要的 火鍋的關鍵就在於高湯 高湯呢就是要使用洋蔥 蘿蔔 芹菜 一起熬煮來個七七次的教室 然後最後來用昆布 菜脳 來增加高湯的深度 等一下等一下 不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媽媽教我們家煮成八百年的 這個湯裡面 一定要有 蔥 薑 蒜 辣椒 花椒 要先炒過 再放那個中藥 八角啦 小茴啦 灰皮啦 欸 蒸什麼蒸 別再蒸啦 讓線上正在參與 公共政府開放直播的網友來告訴大家 蒸什麼 三百一起做就你平台大火鍋不住行了 笨蛋 他後面有說笨蛋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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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食材真新鮮 是誰負責的啊 欸 是我 哦 哦 這湯頭真乾醇 是誰負責的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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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最重要的就是單醬了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放上 啊 呃 沒事 欸這個素食可以吃嗎 那這個 那這個 帽子的帕浪可以吃嗎 欸這個 乳糖的那也可以吃嗎 欸這個 減肥可以吃嗎 大家放心 我們火鍋制定的過程 不但從最新請求納入了各界的專業意見 而且呢 在過程裡面也會照顧到各個不同的 並相關的群體的聲音 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讓全民的腰圍和幸福指數 達到最大值 太好吃了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開放的火鍋 食材的料理方式都公開在裡面 參與的關係人 都可以盡情的發言 再配合獨自搞的發布 才讓外界了解料理的過程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我吃到這麼開放的火鍋 要是我以後吃不到怎麼辦啊 沒有關係 不怕吃不到 現在就上PBS.TW 公共是為創新空間小組的往下 讓大家隨時都能夠更新開放之類的資訊 祝祝大家吉祥如意 紀念新大運 耶 這是當時努力年 我們才剛開始的時候的一部電影 然後後來這個 當大家如果眼前會看到我們當時的PBS小組 這個性品上面是非常的有努力空間的 所以 對 那但是這個 後來我們是非常有意識的 這個 就是增加我們小組的配置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性品的狀態是耗得非常非常多 然後 那雖然就是替代液的部分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儲蓄替代液的話 這個Ratio是相當好的 那所以在當時我們所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 做了一個跨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讓每一個部會都有 一個人 他是直接向他的資訊長 通常是次長 report 然後他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處理這種民間想要的 而不是政府想要的 討論的事情 那 但是呢大部分這種事情其實都是跨部會的 那這個時候他就需要一個跨部會協調的機制 所以我們就每個月呢 就把每個部會的所有32個部會 40幾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呃 湊在一起 然後我們自己也用內部民主的方式去投票說 我們這個月到底要處理哪些民眾的提案 所以呢 我們就處理了相當相當多的連署案 像之前有人報稅軟體 這個發現這個有人要他去接Windows電腦 然後就很不爽 然後就來提案 那我們就 這個就是我們協作的其中一個議題 我們後來就讓這些連署人 包含裡面有些設計師都實際進來去 設計明年的報稅軟體 那又或者像說像恆春他們那邊的醫療 這個非常的困難 有一些重症啊 沒有辦法後送 他們就希望空軍跑到那邊註點 那我們也是同樣的跑去恆春 用這樣的方式跨部會 去協調出一個方法 去增進他們的恆春旅遊醫院的設施等等 但是因為中間呢 就是有非常多跟現行的公務的處理事情的方法 可能稍微有一些改進或者改變的地方 所以後來我們又拍了另外一部影片 叫做開放政府沙威馬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記得 當時有一個所謂的沙威馬之亂 就是說有人在PTT這個布告欄上面 他去說這個有一種動物叫做沙威馬 然後呢它是一種很原始的動物 中間有一個沙威盒 然後你只要不要碰到那個沙威盒 就是你在那個串子上的時候 你要稍微避開中間一點 它就不會死掉 然後呢那這樣子呢 它就會一直長肉一直長肉 然後呢所以說它是同一隻動物 你只一把肉削下來 然後呢是一種虐待動物的這個行為 那反正它就是在PTT上面講的會聲會音 然後以至於有一段時間 很多政治人物都就是拍了跟沙威馬 有關的短片 那在那個時候 我們Join平台 就收到一個連署人的一個連署提案 這個提案就是說 沙威馬是女帶動物 然後應該要滾出台灣等等 那這個東西呢 後來國發會就是把它當作這個開玩笑 就把它reject了 就沒有真的進入連署五千人 承案的程序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像美國他們同樣的連署平台 就有很多人說 然後比方說要他們太空總署 建一個那個星際大戰裡面的 那個Death Star 就是那個星球武器 那可是他們都非常認真的 用太空總署去回覆 我覺得那是一個跟人民溝通非常好的時機 所以說後來我們就把沙威馬這個連署案 救回來了 然後呢救回來之後 我們就拍了一個這個短片 然後一方面是解釋 開放政府聯絡人怎麼運作 然後二方面也是用這個方式 來回應這個沙威馬的這位提案者的訴求 所以這是另外一步要放的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回答大家問題了 太殘忍了 家裡面的動物糖果不用負責嗎 我決定要送往連署 我決定要送往連署 所以最後我就拿來約會 想說大家後面想講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關係 所以我會跟任何這些事情有關係 可以更加發揮 動物保護的部分的話 因為牧場裡面的序幕傳統基本上是積極動物 所以這兩個業務都跟我們會有關 所以我想我們就來擔任此在期間 才能進行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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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 所以這兩個業務都跟我們都會有關 如果發生了一個玩具不然的重點 我決定要通過 通話的聲明分解 電話的請問會不會是不需要 之後如果我們要確定要我們主要的脂肪 把相關脂肪的細節 可以依靡我們主要的意見 那第一名,因為這個確實也是一個小男人的名牌 接下來是不是我們還是按照我們 討論所有的規則和提供的 其他要求,我們可能就是來做一個協助的工作 大家好,今天我們今天來到這位公開申請聯絡人的周會 我們看到最近就是在收入這個案子的 提案人、連署人及其他一相關者 還有我們各務會的聯絡人們 其實都齊聚一趟來這邊進行討論 那雖然這個提案用的是比較情緒性的資源 我自己也非常關心跟我們保護 但希望我們先能夠好開心、分放聯絡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跟今天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這個經濟政府的作為 大家好,我是莊莊大任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可以進行的解決方式 能夠提搭會 為大家進行到這個政策方面的發展 所以可能就是說 如果越多人能夠採用這樣子的聯絡 那就越多人會去拿去 然後直接再介紹 大家好,我是迪安倫 大家好,我是這個PTT 付得來的鄉民 大家好,我是八卦來的鄉民 好,我是鄧妮 也是邁沙拉的鄉民 大家好,我是老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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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叫手要鳥,鵬沙拉還是君靠 假設日風真的有這種類似稍微把這種東西 是有動物出現的話 今天在訪譽到底是不是有自己足夠去保護這些東西 今天的稍微把的議題是我們都會來主辦 那麼在各位樂部會的協助之下 我們現在很高興的就是我們的天然雷跟雷德相關人都出席了 如果大家一起討論怎麼做這些問題 那此外呢 如果大家共識的溝通呢 我們也同時有出這些解決的方法 好 我們今天所有的產出呢 都會上傳到我們的舒惟白的場面 公共今天朋友的理會者 能夠在運動專門的時候 那可以上傳去參考 謝謝 很謝謝大家 在這個星期五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彼此對教練達到彼此的理解 那今天呢 我們関電主題各部會具體協助的事實上之外呢 我也看到說我們會需要發佈一個新聞稿來澄清這個現實 所以說 我這期的證物會影響 我們會跟你們分享 其他生活能量的討論一下 實際看新聞傳播處 可能用你的微電影的方式 大家來期待把參考時間時期 大家想清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棒 我們會在一起 我們會る 我們會不會有機會 我們會不會有一點的 那是時候 吵架 你不願吧 我們會不會有機會 好 雖然是一個非常非常鬧的議題 但是我覺得還蠻適合用來拍這種宣傳短片 我們之前想過用別的實際的議題來拍 可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這邊有跟NCT打過交道就會知道 每一方都會希望它出現的秒數是一樣的 然後非常難這個獲得橫平性 但是在這一點上面呢 因為沒有沙威馬字就會 所以說我們完全不用管秒數的問題 也不用管議題的橫平性 所以就可以隨便我們怎麼拍 所以就拍出來這個效果還不錯 那所以我們就克責嘛 我們就來看一下大家想要問的問題 有13位朋友想要問說 我自己是不是有遇過什麼樣子的性別歧視 那當然這個從小就遇到大 其實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我自己小時候被霸凌的時候 當然就是性別氣質絕對是一個原因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原因 但是在被霸凌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特別去分析說 對方到底是用什麼藉口來霸凌我 因為每一次他用的藉口可能都不一樣 他的目的其實只是 就是isolation嘛 就是造成這個 就是社會同儕團體跟我中間的一個距離 那當時我大概八歲 然後八歲的時候其實我因為被霸凌 所以後來就沒有去學校 那沒有去學校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我就花非常多的時間去看 就是什麼社會心理學啊 犯罪心理學啊 什麼皮亞界啊 什麼各種各樣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理解說 為什麼其他人會對我做這樣的事情 那一段時間非常痛苦 那但是呢後來因為這樣的關係就發現說 因為霸凌的關係反而把我的心靈逼到一些 我以前都不知道我心裡面存在的黑暗的角落這樣 就是說有那麼多非常不舒服的感受 那但是因為去看就是相關的小說 看相關的理論 然後看相關的各種各樣子的書 所以就發現說 原來我不是唯一經歷過這些感受的人 就是被歧視的這個感覺 其實是任何人在某一個情況下 都可能是弱勢即使它在別的地方是強勢 就是所謂intersectionality 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在社會學上其實本來是一個 相當複雜的一個抽象概念 但在這個正在被霸凌的時候 這個概念非常容易了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我慢慢就學會說 我腦裡面那些很不舒服的 或很黑暗的那些感受的角落 其實這個東西在不管是心理學上 或是在社會學上都是有名字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慢慢學著說 我把這些的感受就是 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件 我可以對應到這些書上的這些名字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只要給這些感受取了正確的名字之後 它好像就變成一個 獨立於我存在的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呢我感覺就好多了 所以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方面是說 我就比較看得懂這些東西 然後二方面是說 後來我到德國然後再回來 大概12歲左右 就是都已經好了之後 然後我碰到其他的被歧視 被霸凌或者是 弱勢的一些朋友們的時候 我就不是只是同情他們 不是支持 Sympathy 而是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到 Empathy 就是說去充分理解他的實際的狀況 然後找出這個 跟我的實際的感受對應的部分 然後在這裡面 又能夠再牽到理論裡面的一些抽象的名詞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可以比對說 欸他現在正在經歷的遭遇 跟我之前經歷的遭遇 哪些部分一樣 哪些不一樣 並且可以給他這些名 這些我學到的這些名詞 或者這些詞彙 那這些詞彙就是 對我來講是一些 不邪有肉的一個存在 不是只是 Abstraction 所以那後來到網路上面 因為我就是大概12歲之後 就我自己說移民到網際網路 就是說大部分我的工作 大部分我的學習 都是在網際網路上面做 那在那個時候 就是我自己感到很訝異的 就是說在國際的這個 寫程式的社群裡面 跟台灣的資訊社群是不一樣的 當時大概1994、95年 台灣的資訊從業工作者 其實並沒有什麼 太多的性別的失衡 或者是比例上面有什麼問題 這跟軟體工作 跟硬體工作是不一樣的 軟體工作當時就是還好 那但是呢 當我到國際的軟體社群的時候 就發現說 很多在線上都是以這個 男性的身份出現的人 等到我跟他混得比較熟了 就發現都是女生 可是那並不是因為 他們是跨性別 那個語言只是說 因為如果他們用 女性身份出現的話 會遭到騷擾 會遭到歧視 會遭到霸凌 然後會問說 你住哪裡啊 你幾歲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有的沒有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為了省麻煩 所以就用男性氣質來出現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非常的不習慣 然後也覺得說 為什麼就是不做點事情 所以後來我的這一群朋友們 後來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Geek Feminism 就是Geek就是玩技術的嘛 Geek這個女性主義 Geek Feminism 那大部分時間就是在去 把這種系統性的歧視 就是並不是哪一個人特別做了什麼 但是就是整個結構上面 好像大家只能用這種 好像男性的理性的客觀的什麼方式 來做技術的這樣子一種隱性的結構性的歧視 試著把它整理出來變成一個共筆 那網路有個好處 就是說即使你是你附近唯一在意這件事情的人 你一到網路上面就是好像變成所有這個同溫層都是在意這個人就可以認識了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就是組織起來 然後去讓矽谷的很多公司 然後很多研討會去簽一個說 好比像說如果它的Panel裡面這個 它的就是性別比例是失衡的 那這個Panel就不會去參加之類 就是有一些組織的方法 所以我後來就是覺得說我大概是二三歲之後 我就不會覺得這個其實是Personal 不是特別對我 我都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symptom 就是說它是這個結構的一個一個症狀而已 那所以我在處理的時候也不會用很Personal的方式去回 而是想說用什麼方式可以在裡面挑一點點建設性的部分 然後用公開回應的方式 那指揮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來讓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結構是可以轉變的這樣 所以雖然我現在在這個線上還是一天到晚就是有人用一些很這個不讓人 他們可能覺得讓人不舒服的字眼來攻擊我 但是因為我現在就是有一套處理的方法嘛 就是說公開的來講就是我指揮那些有建設性的部分 那在私人的部分呢 我只要看到任何字讓我感受不好 就可能想要摔電腦之類 那這個時候我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如果直接馬上去回 那這樣在書上叫做psychological defense 就是說我就把那個防衛機制就把它攻擊性把它釋放出去 那可是這樣子其實對方也沒有學到什麼 我也沒有學到什麼 然後大家就覺得這個言論環境更吵了 所以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做的就是說看到不舒服的字眼 然後我就去聽好聽的音樂 我可能泡一杯茶 我可能出去走一走 反正就是做讓自己高興的事情 然後等到自己都已經沉澱下來了 然後我再回去 然後再去好好的去回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它其實是修改這個association 這是一種CBT 就是它一種認知行為治療 就是我以後再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想到就是舒服的感覺 舒服的片刻 那這個字就不會再讓我想到讓我不舒服的片刻 所以這樣子操作大概到現在 我錄個一年了嘛 就是快一年了 所以已經我可以說沒有任何字眼我看到會感到不舒服 就是差不多任何字眼我看到都是聯想到舒服的片刻 所以是算是一種這個精神按摩 就是說本來按到的會痛嘛會酸嘛 那但是因為按摩你就不要太重按傷了 你慢慢按按就鬆開了 所以現在就是那種心靈的筋骨有鬆開的這個情況 大概這樣 有位朋友問說聖平的工作 要如何運用大數據的資料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政務大數據的這樣子一個系統 那這樣的一個系統它有兩個主要的目的 一個是說去把我們各種不同的公報啊 資料啊各種各樣的這種文字資料 它其實也是一種大數據 它其實不是數字 大家看到大數據的時候 可能想到的是數字 可能就是一些統計數字 或者是一些就是記錄的數字 那其實文字也是一種數據 那我們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以前很難去處理這種純文字的工具 但因為最近就是機器學習啊 人工智慧啊的這種發達 其實文字資訊呢 現在電腦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可以理解 可以分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整合本來可能是統計這邊的數字的資訊 跟這邊以前沒有有規模的去搜集的這些文字的資訊 然後都匯集到一個就是政務大數據的這樣一個資料庫裡面 至少它可以做到全文檢索 就是你去找所有行政院之前曾經討論過的公報 或者院會或任何其他地方 跟某個議題有關的東西可以把它串起來 我們在院裡面事實上是非常落後的 就是連連這種東西都沒有 所以就是要先把這些東西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你要問這個資料什麼樣子的問題 然後呢我們再去開放 院裡面的同仁或甚至第三方的開發者們 能夠去開發出一些東西 去對這些收集在一起的資料去回答 所以以我的理解就是好像 新傳處然後 信品處這邊都有 都有提出一些對資料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資訊處也正在清場上去針對這些問題去進行回答 那這裡面就有很多可以問的 就是不管是某一件事情它發生的趨勢 某個詞它流行的趨勢 某些字跟某些字中間有沒有聯想的一些關係等等 都是我們現在的資訊器處可以去回答的 當然就是說機器畢竟跟就是人的分析師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人的分析師 可能一個秘書或者是一個專業的分析師 你問他一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一個答案 然後你就會再追問再追問 可到某個程度如果你的問題本身其實是有bias 是有歧視的 那這位人他會跟你說 欸老闆你這樣子問 其實你已經蕴含了一些歧視 可是呢機器呢它不會提醒你這件事情 所以呢它就會一直回傳一些資料 讓你更覺得說我本來這樣子想是對的 就是它會有confirmation bias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我們在設計大數據分析系統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完全交給AI 或者交給machine learning做 它還是需要有人在把關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如果這個機器傳回來的資料 它是有一些機器自己也不知道的 我剛剛說的就是比較結構性的歧視的話呢 那它其實是沒有辦法提醒你的 所以這裡還是要人把關不能夠完全 就是依賴大數據的資料 但是這個東西當然是有幫助的 有一位朋友有11位朋友問說 對台灣目前的性貧發展水準有何看法 所以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我出國的時候大家都會問我 尤其是在那個同婚事件通過之後 就會問說就是意思說你們是不是垂翻亞洲啊 亞洲之光啊 然後什麼這個領導這個區域發展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 那但是我會覺得說就是一向單點的突破 它其實跟社會上面整體大家生活的這個 怎麼講就是這些隱而不顯的 刻板印象的改善 它當然是有幫助 就是說你有一個標杆有一個女總統 同婚事先過了等等 這些當然是非常有幫助 但是反過來講它也可能變成說 我們就是看著這些標杆 其實我們在做開放資料 得了那個連續兩年全球第一也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可能就會說 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本來正在組織的 本來正在推動的 可能就稍微比較鬆懈掉 因為有一種說我們都已經做這麼好了 那我們就去做點別的吧 但事實上並不一定啊 就是說跟這個相關的部分也許已經很好了 但是別的部分也許 事實上還有努力的空間 可能像是就是在家事上面的分工 或者是說在工作職場上面的刻板印象 所有這些東西 也許並不是跟這一個單獨的標杆是完全相關的 所以我覺得對性評發展學種 我比較不是用一個很線性的 好像我們50分 他們60分 他們70分的這個概念 而是說每一個運動或每一個組織者 他自己在意的這個部分 到底有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而獲得更多的關注 然後社會上更能夠諒解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用一個線性的打分數的方法做 但是我會一直提醒外國有人說 就是說可能一兩個亮點 他不能夠代表全部的 那但是我覺得很好就是說 至少在台灣討論這件事情 或者發展性評這件事情 基本上並沒有受到言論上的打壓 並不會有人因為講性評所以就被消失 就是至少我們是可以組織的 但是不表示說我們組織的強度一定 或者是它的落實的程度一定是什麼垂翻壓軸 好 有一個朋友十位朋友問說 請問政府開放的界限在哪裡 其實我們是有資訊公開法 跟行政程序法這兩個法 那這兩個法裡面已經非常明白的 把這個界限講清楚了 尤其是資訊公開法 這個資訊公開法裡面 基本上有一些是一定要公開的 好比像說這個預算啊這種事情 大家想也不想就應該要公開 有些是一定不能公開的 什麼國防啊外交機密啊這些東西 一般來講大家都知道不要公開 因為上面已經打了密件嘛對不對 那但是介於這兩個中間的 有一些是可以裁量的 那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有兩件事情是可以裁量的 一個呢是關於公務人員 在制定公務政策的時候的擬稿作業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核定 我們只是在想這件事情 我們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是不用公開的 但是呢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時候 是得而公開就是是可以公開 那但是呢這件事情就是一個裁量嘛 就是說到底什麼東西對公共利益有必要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如果你覺得有必要 你的上級覺得沒必要 你的上級的上級覺得有必要 那你如果上籤到這一層就卡住了 所以我就說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這一條就會是比較偏不公開的這件事情 以至於說往往政策已經形成了 課綱已經通過了 好我不應該舉特定的例子 就是說大家想要回去問說 到底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已經找不到資料了 那當然因為我是這個 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進式的透明 所以呢我在勞固協商的時候 就是在跟院長談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就很明確地說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國家機密 任何密件 所有東西 黃色信封的 我都不熟 只要到我辦公室自動 跑到一個設密的餐室那邊去 所以我完全什麼都不看 我從進來到現在 還沒有看過任何機密相關的事情 國防演習的時候我也請假 所以就是我完全不知道 任何國家機密 那但是呢 跟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國家機密法說 任何系統你只要進了一個機密的東西 它的輸出就會變成機密的東西 那這個系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激進透明的系統 你們看一下這邊已經有3806則貼文 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從我進來行政院到現在 所有的來訪的 所有的訪問 所有的我主持的會議 所有 基本上就是任何事情 然後我都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公開 然後呢 而且公開方式 不是只是把主席裁示 就是底下的那個結論公開 而是把整個過程都公開 所以在每一次的會議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時間 講了任何一句話 然後 所以加起來是非常大的 可能已經上千萬字了 的這樣一個非常大的資料庫 那做這件事情 你說有沒有阻力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阻力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 雖然我是這個很激進嘛 我說我從進來開始 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我所有人來行政院拜訪 我的講的每一個字 我都覺得對公益有必要 所以我預先做了一個裁判 然後行政院長已經同意了 行政院裡面也沒有比行政院長大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就是說 我在等於 就是政府諮詢公開法這邊 是已經完全踩到一個 最透明的一個位置上 就我所有的擬稿作業都得公開 那但是呢 被我捲進去的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會樂意公開呢 這裡面有一個因素 就是說 我們其實做完了這樣子一個 逐字記錄之後 並不是馬上公開的 我也不是開直播 也不是錄音錄音 是做成這個記錄之後 我先把這樣子一個共同編輯的 一個文件的連結 寄給出席會議的所有人 而且他們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就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把裡面看起來 見報之後可能會 會有一些問題 會被放大檢視的字眼 可能改的比較溫和 裡面如果有這個 涉及隱私的部分 可能整句都可以拿掉 如果他自己不想用他的真名 他想用代號的話 他可以都改成代號 在這兩個禮拜 全部編輯過之後 公開的這個版本 其實才是大家看到的這個版本 那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顧著講話的 是不會聽別人講話的 那他回來檢視的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反而讓大家想到說 原來這個人講的也有道理 不是只是主席才是才有道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 共同編輯出來的文件 這個編輯本身 就是有一個consensus 就是讓人感覺到 我們建立了某種公式 然後大家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的公開 對於減少公務的風險 非常的有好處 因為任何時候 其實你參加一場會議 你也沒有辦法阻止別人出去 告訴記者 而且可能還是扭曲的情況 然後三家報紙看起來好像三個世界 但是呢 當任何人講出任何一句話 其實我們因為有完整的上下文 所以Google在搜尋的時候 非常容易就可以到這裡 然後呢這句話的上下文 都會非常完整的呈現出來 所以你就不會被斷章取義 所以一方面不會被斷章取義 然後二方面不會因為主席才是什麼 所以你要幫主席背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等於我預先幫大家吸收 有全部的風險 然後大家可以很就是有效的 提出任何創新的想法 反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的上下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碰到什麼阻力 而且我也不是想要去影響其他 不會說一定都要用這種方式來做 只是我主持的會議而已 所以呢 就也沒有人攔著我 所以就從這個入閣之後 就一直做到現在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方面就是說 對於公務人員的擬搞作業的情況 有一點像公務員的隱私的這件事情 它的保障就是要以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為主 在會議室裡面 只要任何一個人覺得不舒服 他就應該要可以去修改它 那當然在政府資訊公開方面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它如果會侵害到人民的隱私的話 那這樣也是不可以公開的 那好比上說 我們健保的個人資料 這個是不可以公開的 但是呢 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又有在講說 可是呢 如果它對公益有必要 那在最小程度的情況下 得用某種方式 可能去識別話 什麼去公開 同樣的這件事情 也是目前沒有一個很固定的判準 所以呢 大家都是踩在就是 最保護人民隱私 什麼都不要公開 的這樣子一個基礎上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可能也會 就是像衛福部其實已經有一個 跨所有三級機關 他們一起審議 你個人資料可以怎麼樣處理的 這樣子一個審議會 那我們目前沒有一個願級的審議會 但是接下來可能也會有 那在此之前 就是在有一個很透明的 客責的 而且外部專家可以參與的程序之前 我們絕對不會犧牲人民的隱私 所以這是大概可以回答 目前政府開放的界限 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為什麼不當性貧政委 來多到性貧業務 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各位是第一次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我本來進來內閣的時候 當時好像是美豬政委 對不對 是性貧政委 然後我記得當時關於 就是同婚在世縣前 行政院這邊有好幾波溝通 然後關於身份證助記 對不對還有反正還有好幾件事情 那他其實是會來問我意見 這樣我們有一些討論 那當然後來就是同婚的 這整件事情在世縣之後 目前是秘書長帶著 就是各不會來討論 那我自己當時就是 秘書長也有問過我說 這件事情需不需要再交由網路討論 交由開放政府程序等等 那但是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第一個 法務部之前其實已經在平台上面 做過討論了 那這個討論 這個討論事實上 在今天我們完全純粹用網路做的話 他的品質也不會更好 你如果要大規模在全國同事討論 像能源白皮書那樣子做 其實說真的 就是他需要的編制 實際上是大過我們大部分 這種連署案的編制 絕對大過沙威瑪的編制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既然這個大法官已經講得那麼清楚了 其實我們好像 重點是把這個東西常規化 而不是說再去問一輪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感覺 或意見是什麼 所以當時我是做了這樣子一個建議 就是我目前唯一跟性品有關的 有關的業務上面發表過的意見 那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也沒有人問過我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適合 或者是要不要讀到性品的業務 那所以很抱歉 那這個問題我沒有要回答 我自己知道的是說 目前在院裡面其實 即使沒有一個性品證違 性品處好像也還是可以 不管是秘書長或者是院長 是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調 其他部位的資料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有什麼 就是困難或具體碰到問題的話 可能要用更具體的方法提出 然後我再看看我有沒有可能幫忙 這樣好 有一個朋友問說 上癮號母豬教的上癮號 是當下台灣男性網路族群主流意見 或者又是一個上癮號PTT繁殖標 下癮號現象 我想證明一下就是 母豬教比較適合的名字可能是 公盧教 就是說 就是說他 好沒有很少人笑出來 在那個PTT這個八卦版上面 講母豬教的這群人 他其實是通常在 會自稱魯蛇 那什麼叫魯蛇 就是在社會上面屬於這個 就是書家族嘛 他們自己覺得是書家族的人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廣泛的有一些 這個很奇怪的仇女的一些言論 但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 就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大概是這樣 而且他們自己都承認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就是這個 這個母豬教 他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是 也是一種 在網路空間裡面去找 我剛剛說就是 可能他在他的附近 是一個小眾 但到了這個網路上面 就會集結起來 變成好像是 同溫層裡面的一個大眾 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自然的情況 那只是 問題就是說 這件事情形成的 就是PTT的八卦版 跟一些相關的版 剛好呢在最近幾年 有大規模的被政治動員 就差不多2014年選舉的時候 因為大規模的政治動員 所以又變成 主要的政治版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政治動員 跟本來的 就是真的只是八卦的 這些八卦版 就有一點混在一起 然後因此 就好像變成 看起來像是 主流意見 這是台灣PTT 文化的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 一個流變 所以 第一個我不覺得 這是 男性網路族群的主流意見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一個 在某些社會情境底下的人 互相安慰的 這樣子一種複碼 那第三個 我不覺得它實際上 影響到了八卦版上面的 公共政策討論 事實上是完全分開的 但是呢 目前對確實在同一個版上面出現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心情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這是具體的回答 有一位朋友問說 性別意識的啟發 關鍵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 其實 我差不多什麼東西的啟發 都是大概八歲 背八零 然後九歲 慢慢復健 然後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書 我自己看了什麼書 是有啟發的 我看了Judyce Butler 對 那個非常非常有啟發 But Butler是一個 做性別理論的 那它的 它原用的理論 跟我當時比較熟的 就是心理學 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然後跟一些哲學 歐陸哲學是一脈相承 但是它發展出來的理論 就是說 性別是一種展演 然後這種展演 它是在 就是別人怎麼樣稱呼你 然後這個稱呼本身 你要怎麼樣去回應 它的這個過程裡面 去共同建構 等於你跟社會 共同建構出性別來這樣 那 因為它用的這樣子 一套論述的方法 以及它所原因的東西 是我熟悉的 所以當時我就 就非常非常買單那一套 所以我覺得 重點還是 有一個連貫的 連貫的理論體系 然後對我自己來講 因為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抽象的東西其實就 很像 小孩子玩樂高那樣子 就是說 它如果剛好兜得起來的話 那在我腦裡面 就可以形成一個很連貫的思路 但是如果它原影的時候 其實是 亂連或兜不起來的話 那其實我看來是 沒有辦法看懂的 我會一直想辦法 找reference到看懂為止 那我當時看 Butler 或者是他那一波的 就是講所謂的 performative gender 或者甚至 post gender的那一套 我覺得跟我 之前所受的 哲學或社會學的一些 相關的影響 是比較連得上 所以在我腦裡 這個樂高 就這樣堆上去了 所以要說 是不是bias 可能也是有點bias 但是到大概到十二三歲左右 我當然會看很多別的流派 或別的理論 但是我可能還是 比較記得那一套 那一套可能是我主要的 想事情的方法 原位問說 為什麼工部門的系統設計 都很難用 對使用者相當的不友善 對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系統設計的時候 沒有要使用者一起來設計 其實一句話就講完了 那但是我們說UCD 就是User-centric design 就是把使用者放進來的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本來的招標啊 或者這些程序裡面 其實相當困難的 因為這個招標 很多的程序 它是以一個怎麼講 硬體建設 然後有一些很懂土木的 或很懂環境的一些委員 然後進來等等 的這種比較 我們叫瀑布式的 這樣一種開發方法 但是呢 軟體系統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並不是 重點並不是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東西本身是 堅不堅固 耐不耐用 是一件事情 但是它比較像是 設計像筷子這樣子的 比較小的 比較personal的東西 然後每個人 他用的習慣 可能都不太一樣 然後並不是 就是單純的一種方式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你要能夠 迎合不同族群的習慣 不外乎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說 盡可能的多元的 讓這些使用者 進來一起設計 像我們昨天 才把各種不同的 報稅情況的朋友們 都聚集在一起 然後跟使用者 體驗設計師 一起去在紙上 畫出更好的 報稅系統的 那樣子一個流程 然後我們實際 錄下他們 報稅的過程裡面 什麼時候皺了眉頭 什麼時候眼光 飄到什麼其他地方 等等等等 這樣子一種 有系統的方法 去改善他們的 使用者體驗 這套方法呢 其實並不困難 只是說我們做 服務設計 或做互動設計 或做這樣子設計的 朋友們之前沒有進入 我們覺得 好像一定要 省的委員 這樣子的概念裡面 那或者是說 這樣子做出來之後呢 可能有一個公版 是大家覺得 還蠻好用的 但是呢 這個公共版呢 當你放出去之後 你可以留一些接口 然後讓 特別是為了老年人 特別為了視障者 特別為了各種 不同的使用的人 他會寫程式的話 他可以接著這些接口 再去克制化 再去做出不同的系統 因為政府不可能 想到全部嘛 所以就是我們 可以留一些開口 所以這些留一些開口 就是剛剛所謂的 OpenAPI 我們現在已經放到 採購法裡面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即使我們前面的 User-centric design 就是使用者為主的設計 做的沒有到100分 可能直到五六十分 當然已經比本來好了啦 本來是負分 那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根據不同的需求 還有不同的朋友們 可以接力去克制 那這個是在 在資訊系統上面的一個 具體的回答 那問說 我有哪些地方是性別不平等的 非常好的問題 太多了 我不知道要從哪裡講起 其實我自己還是覺得 尤其是在網路上面 討論的時候 像舉例來講 最近很紅的 就是有一位 我盡量不要講到特聽人物 就有一個大型的運動會 在每個城市舉辦 那個城市的領導人 這個的臉書的網頁上面 然後有一位網友 然後去對這個領導人 應該負責任提出一些指教 然後這個領導人 就以一種比較個人的方式來進行回應 然後那個人的方式就獲得了45萬個讚 然後那一位網友就自己把那個鐵文刪掉了 然後我都沒有提到個人 那但是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那位網友還沒有自己刪掉之前 就是大家對那一位網友的各種回應 他其實當然是非常不友善的 這個是可以想見 但是呢他們的回應的方式 其實是裡面有高度的 就是性別衝突的用詞 然後而且甚至還有人去 說這位網友 他雖然他的照片是一個性別 但是他事實上應該是另外一個性別的人 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們會要非常多的時間 去做性別激化的一些修辭 然後感覺上好像是說 我如果不這樣子激化 我就沒有別的透過網路的文字 能夠表達我對這位網友不滿的方法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類似母主角 這樣子的東西出現一個成因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因為你在滑Facebook的時候 看任何東西都只有6秒鐘左右的注意力 所有短期注意力 那我們一個東西要能夠擴散 你就是要在他看6秒鐘還沒看完的時候 就會想要分享 那這個時候你6秒鐘的時間 而且只靠文字 你到底可以調動什麼東西 那這件事情通常能夠調動的就是outrage 就是分開的這樣一種情緒 或很不舒服的這樣一種情緒 因為如果你是還蠻開心的 你根本不會想按分享 你就會把它看完了 看完了也許你就是寫評論 而不是分享 但在網路上面呢 尤其在Facebook上面呢 按分享只要一秒鐘 你要看完呢 其實要比較久 要評論可能要一分鐘 所以通常就是說 如果這一段文章裡面 前6秒鐘能夠調動人的某種情緒 他就可以沒有看完就分享 沒有看完就按讚 沒有看完就PO到PTT上 或怎麼樣之類的 然後呢 因為各種各樣的關係 所以大家發現說 調動這個性別氣質 性別攻擊 性別怎麼樣 確實是6秒鐘裡面 讓人有反應的最快的方法之一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會不斷地使用這樣的修辭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大的文主義 就是沒有用這樣修辭的人 也很多可能更多 但是你看不到 因為他的感染力沒有那麼感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非常性別不平等的 這個是我最近的記憶裡面 最性別不平等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東西它被操作成 在網路上面 明明跟性別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但是就是因為那位網友用了 就是某個特定性別的一個頭像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處理 我覺得是不是相當平等 而且市場有激化的趨勢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那有位朋友說 開放政府有一種打破傳統權威的味道 但是在公務體系上下權威性 長造成保守的氛圍 導致政府進步的緩慢 緩慢 我的入閣有顛覆權威的象徵意 有嗎 是不是可以趁此之事 改變這個整體公務體系的氛圍 讓年輕人有多發揮的機會 我想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確實在Facebook上面有一個社團叫做 台灣公務人員革新力量聯盟 簡稱公格力 那公格力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是一些感覺上比較年輕 但當然也有資深的公務人員 然後再講說公務人員的這個體系裡面 有多少威權時代遺留下來 好比按照公務人員服務法這個理論上 你不能講即使跟你職務有關 即使是下班時間 即使是用個人身份 還是不能講關於工作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很奇怪 因為想看不是大家都是公民嗎 然後還有就是不能組公會也就算了 但是也沒有集體協商權等等等等 這種東西 公格力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去論述 那慢慢慢慢就可以改變這件事情 但是呢 我自己是比較不會用地學穿石這十個字 因為石頭就是可能會不是很高興 哈哈 就是說 它後面有一個想像嘛 就是說你有一個頑固的 或者一個僵固的 的一個組織 然後慢慢慢慢的去削弱它 慢慢去穿透它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比較資深的公務員 或者是教師 或者是其他我之前在12年國教課發會的時候 有接觸到的一些非常就是六七十歲 可能七十幾歲的一些教育人員 他們對於改變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說他們的熱情並不遜於年輕人 那而且只要一看到這種方式 確實是能夠降低大家的風險 而且可以造成就是真正的 跟人民的互信的增加 其實我在科發會的時候 第一個擁抱這種逐字稿的紀錄方式 不但大聲贊成 而且還自己改了自己的留言 然後說什麼我打字這個 打錯了幾個字 然後還提了一大堆參考資料過來的 孫明霞少長 他好像已經七十歲左右了吧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資深的 一位既既教育的一個先取 那當然我自己不覺得說 就是我一些anecdote 就是一個一個人到底有什麼代表性 但是我自己確實感覺到 就是說資深的公務員 他反而更容易去判斷說 這套方法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 降低大家的風險增加大家的效率 如果這套真的能夠降低大家的風險 增加大家的效率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誰是敵死不從 只是因為我不習慣的 我覺得這個是就是我入閣之後的一個策略 就是說我沒有特別去推任何東西 對我來講我都是react 就是我的responsibility是respond 就是說任何人在跨部門的溝通上面 碰到一些困難 再跟人民溝通碰到一些困難 碰到一些外界的壓力 大家已經包圍交通部了 等等的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如果有人問我說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就挑選一些能夠讓 溝通跟順暢的方法出來 然後這些方法呢 對各方來講都是讓風險減低 或至少不增加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目前好像就是進步是很快的 完全不緩慢 就是在那個當下就是會直接就進入 這個使用 但是我不會在成平時期 就是完全沒有這個互相衝突 完全沒有互相不理解 完全沒有人來包圍立法院 的這樣子的時候去應推任何東西 所以目前我沒有碰到阻力 可是那是因為我沒有推任何東西 對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很很 就是可能比較到家的這種 這種處理的方法 那但是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 不然的話我進來之後我最不習慣 就是我以前在外面當專案顧問的時候 我提了一些不是很好的建議 那別人就說這不是好建議這樣子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我提了一些不好的建議 那大家就會說這是政委才是 然後我就下去做了 對但是我明明只是提建議而已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有幾個很有效的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就訓練這個大家一定要叫我躺風 不要叫我政委 這是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就一開始就會說我這場回憶 絕對不會才是任何事情 然後就請大家發言 那如果有共識很好 沒有共識下次再開會 所以就是在某種設定底下 其實我就不會因為 不小心講到什麼就變成才師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大家的創意其實是源源不絕的 因為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說這樣子的記錄 這樣子的公開原則 其實是反過來的 就是說在以前可能有些長官 我也不講特定的人 就是是會把風險讓事務官吸收 然後如果有這個亮點有Credit的話 是他自己包到他自己身上 那我是完全反轉啊對不對 有風險都是我的錯啊 因為我在試一套信系統 但如果有Credit的話 你只要看主資稿 就知道是這個事務官講出來的 所以就是等於反轉的那個 就是風險責任的舉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還沒有碰到什麼阻力這樣 所以這算是個人經驗的分享 那至於這套到底在 就是您的單位能不能用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可能要您自己判斷這樣 有些朋友說 線上的遊戲設計充斥了暴力 跟女體物化的內容 政府對於線上遊戲的管理跟輔導 有什麼具體的策略 這個不只是線上 這個很多實體的遊戲 就是從芭比娃娃開始 就已經充斥了女體物化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全面性的東西 我可能這邊有幾件事 一個是說我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有過線上內容分級的這樣一種講法 或者是線上遊戲一定要打一個十八斤 或什麼 可是後來發現說這個其實是沒有什麼效果 而且事實上讓它效度更好 的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有所期待 就是你都已經打了十八斤 也表示裡面有一些好料 所以這樣子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而且事實上在線上的言論自由是 就是它只要跑去註冊一個什麼開曼群島的公司 它只要把它的主機設在什麼這個冰島 或什麼其他地方 其實我們國內通過什麼東西 就是一直拒聞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拿這種東西做什麼 所以後來我們在 學年國教科法會的時候 其實不是去採用一種管制 或禁止一種方法 而是說試著把性貧 然後把就是媒體素養 把這些東西融入各科的教學裡面 也就是說反正小孩遲早會看到這些東西 那你不如在他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告訴他說 第一個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第二個 這些東西對於上一個時代 上上個時代的人們 可能有過什麼意義 什麼的專配邏輯啊什麼東西 然後第三個為什麼這個東西 完全不make sense 對就是說 如果是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就讓小孩完整的了解這個脈絡的話 其實沒有任何小孩是一出生 就去物化這個身體 或者是就對這個長得不一樣的人 有暴力傾向的 那只是就是在過程裡面 它不斷被affirm嘛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工作就是說 我們不是直接對於線上遊戲說 你一定不能做什麼事情 就不會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那樣子 就是只要露出胸部那個 整個遊戲的圖就會 讓整個畫面往下掉一半 然後就是就已經看不到胸部 但是它的那個遊戲的畫面 就因此就砍成一半 他們不斷在做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自己是覺得真的效果非常的有限 而是讓看到的人在介紹到這個時候 不會把它變成是一個好像是縱容他 或者是好像這就是OK 這就是正常的這種訊息 就是要提升這種批判性思考這種能力 我自己是比較覺得這個是可行的 有13位朋友認為 信品書對於中央部會的管制很弱 雖然可以叫但是不一定動 然後讓地方政府這個相當的難做 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能不能幫幫他們 我必須說我對信品書的業務 所有的涉入就是剛剛講的那些了 就全部就這樣子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們開放政府有線上諮詢會議 把利益關係方邀過來 常常是在行政院第七會議室 所以就是離信品處很近 所以每次都會看到就是 是性別平等處啊 然後公共關係處啊 然後這些牌子 可是我好像沒有走進去過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那然後因為之前親資會 就是親戚諮詢委會的朋友 沒有關心這個 所以我去看了就是性別平等的行動綱裡 基本上就是網站上有的 我應該大概都看過 可是裡面的實際的運作邏輯 然後以及各部會對這件事情的積極性 我很坦白說 我目前就是完全白紙一片 所以如果有朋友要跟我講一下 實際的狀況的話 我是很樂意理解吧 但是目前我是不會在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就給任何建議的 好 有一個朋友問說 對年金改革的看法 這個非常非常敏感的問題 我盡可能這個誠實的講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年金改革的這件事情 是在競選的時候 就已經說要用 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方式 來溝通的可能第一件事情 然後對我自己來講 年金改革也是第一次就是當 我對年金改革這個委員會的 唯一的參與 就是當時他們說 要用什麼樣子的技術直播 比較不會斷線的時候 我有做了一些建議 說此外我對他們的程序 什麼當時完全沒有參加 因為我當時完全不知道我會入閣啊 對 然後所以在當時呢 其實我自己 就是從側面作為專案顧問 感受到了就是說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機會 因為這是第一次 專業的事務官公務人員 真的開了直播 然後在看這個我們之前弄的 就是對話的直播平台 我們之前討論別的事情 像經貿國事會議的時候 民間的關注都很多 但是專業的事務官 關注就沒有那麼多 那但是呢 在年金改革第一次就是 副總統召集的那次直播會議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非常非常多人看 而且都是公務員 而且就會問非常非常多問題 所以我就受到一個啟發 當時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所謂邀集利益關係的時候 好像都是往外邀 很少往內邀 往內就是承辦的一些科 可能一些出事 可能就到那個層級 可是事實上討論很多事情的時候 別的不是這個承辦科出事的 可能也是利益關係人啊 像年金改革所有人都是利益關係人啊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讓這些利益關係人 也有一些發生的機會 那當時我就是這樣子一個感覺 那後來就入閣了嘛 然後入閣之後不到一個月 就碰到國旅卡的這個案件 那國旅卡是一張卡 然後在那個信用卡上面寫國民旅遊卡 可是跟國民的關係就不是很大 然後那在當時因為就是就是遊覽車就是來包圍嘛 所以就行政院就頒布一個政策說 那這樣子接下來明年開始 一般的國旅卡的錢只能去做遊覽車 大概大概是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這樣子其實也沒有問過 其實有問過一些公務人員 但是並沒有問過大部分的公務人員 然後二方面就是說本來大家在刷國民旅遊卡的時候 就已經有各種各樣被歧視的情況對不對 可能會多收什麼手續費啊 或者就直接被帶到比較貴的那一排啊 或什麼之類的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本來就已經有一些積怨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當時就民怨就爆發 然後大家就去國務政策參與平台 就是就贏那個平台 然後一瞬間就有兩個提案都衝過了五千人嘛 一個是不要土地搶傷 一個是要廢止國旅卡 那所以當時我就發現說 這個名氣可用 這個動員真的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真的是跟大家實際有利益關係 而且確實我們應該要先問過公務員的 所以在當時就做了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好不想說這張卡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要叫做什麼強迫修加不發加班費 補償卡之類的 這個名字就應該要爭取大家意見 然後卡面商標問應言應該爭取大家意見 然後當然後來就 就是其實你也可以拿去搭高鐵 或者是去做別的事情 可能就有一些放寬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去問我們所有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當時才剛組成 就是每個部會挑了一個或兩個 然後來說 如果我們現在重新搬國旅卡這件事情的話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後來大家就brainstorm出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這件事情不要鬧到外面的那一個join平台 應該在這件事情還在行程的時候 就問公務員員某個內部的參與平台 而且如果這個有更好的案子的話 應該要讓大家勇於提案 而且提案的時候呢 一定要可以是匿名的 我們並不在乎什麼這個 好的提案的獎勵或什麼東西 我們是在乎不要被邱厚酸掌 好所以當時他們做了這樣一個具體的建議 後來我就去跟公格列一些朋友 然後跟那個院長有開過一次會 然後就說那這樣怎麼樣 我們來弄一個內部的這個 所謂的下勤上達的這樣子一個平台 不管是連署還是什麼 那院長就覺得是很好的主意 所以後來國發會就把這件事情攔下來 所以現在就有了一個公務人員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它就是我們叫internal join 就是裡面的join 那不是外面的 那裡面的join呢 因為大家就非常怕說這個 可能國發會的副主委換人 或者是數位政委換人 或者院長換人 這個平台就突然消失了 所以呢他們就是說這個營運小組 應該要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營運小組 而且要從全國的公務人員裡面呢 隨機的抽選 所以我們大概有兩三百個報名 這個擔任營運小組的人 然後我們用一個公開爭選 公開抽籤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某一天報名截止 我們用那一天內政部的海關出入境人數 來當作這個亂數 然後隨機在裡面抽九個人 就保證這個公開公務 因為我們不能夠去操縱那個數字嘛 所以就抽出了這樣九位委員 那其實這些委員目前正在開第一次的籌備會議 然後跟機關的代表 一起來決定這個平台在技術上面 或在流程上面 到底要滿足到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再拿這個去要求廠商 所以這是第一次就是 完全是由公務人員的這種隨機代表 自我推薦的隨機代表 來決定遊戲規則的這樣一個平台 所以以後不是國發會 也不是我來決定 所以我滿好奇這個贏家 最後會長出什麼東西來 然後但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當時已經有這樣一種 內部組織的形態的話 那年金改革的討論 可能可以更深化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起頭 同樣年金改革的經驗 也影響到後來的 就是司法改革會議 或其他別的大型的這樣討論會議 所以就是說 我想最後一溝通不是一兩天啦 最願意溝通是真的 那最會溝通就是慢慢學嘛 對這樣 好 有位朋友說做性品工作的都是女生 會不會造成對動的反效果 請問我的看法 欸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好像今天看起來也還好啊 我覺得還蠻平等的 就是似乎沒有嚴重的性別失衡 我們做diversity或做inclusion的一個原則 就是每個利益關係群體至少都要有一些代表嘛 這個是最最基本的原則 所以如果百分之百多是女生 可能會造成一些反效果 當然因為你完全沒有不同生活經驗的人 但是我覺得他 我沒有覺得一定要剛好五十五十欸 就是其實我們pds 在一開始組成的時候 確實是蠻 有一點適合啦 大概三分一三分二 但後來我們就有一點慢慢 有一點慢慢故意的把它調調到比較平衡 可是現在就是女生有特別多一點 那但是我們也沒有覺得說 好像一定要保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但我覺得他只要有一些representation 我覺得還是還是就有幫助 我不覺得百分之六十其實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樣所以大概是這樣 有朋友問說公務員政策參與平台現在運作如何 真的覺得他有可能成功嗎 現在運作就是籌備會議才開了第一次 然後他們正在決定 到底要責成廠商做什麼事情這樣 所以目前還沒有正式開始運作 可能要再過一兩個月 我們才會有第一版東西出現 我真的覺得他有可能成功嗎 是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其實join平台 就是外面的那個公務車參與平台的連署案 我們接下來會做一個意見調查 但是我特別告訴國發會說 不要把任何兩個部會的案子加以比較 因為滿意度的這件事情完全取決於這件事情 有沒有被參財 即使你中間的那個開放政府 該做的程序都沒做 可是只要那個訴求你照的安全的時候 連署的人當然很滿意啊 就是你中間溝通都做了 然後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 然後大家都最不滿意勉強接受說 好啦那政府只能做其中一部分 那這樣他的滿意度可能不及前面的 可是他事實上中間那個溝通 就是大家覺得有互相參與 覺得有學到東西 覺得有實際改變議程 這個深化的部分 我教育的部分一定是做得更多的 所以我覺得成功是各個面向 然後我覺得只要在每一案 大家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又更互相了解一點 然後又更對實際的運作更知道一點 然後更覺得說 我下一次要設定議程的時候 我更知道怎麼做 簡單來講更有Agency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成功的 但是這件事情它並不是因為 某一案被扭轉 或者某一案成功了 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平台就成功 就有亮點 我其實對亮點是很反感的 相信各位已經發現了 好 OK 接下來 有一位朋友問說 對 由政府推動性貧 相較於NGO的社會運動 有什麼樣的利益跟阻礙 如何讓保守緩慢的政府部門 跟上更前進的性貧潮流 非常好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 我小的時候 就是大概 還沒有被80 大概7歲的時候 我媽那時候加入了一個 剛成立的一個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 叫祝福聯盟 然後他們做了相當多 就是好像不只是消費合作社的事情 而是去把更進一步的 怎麼講 草根性的一種組織 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就是組織的一部分 這個概念去把它拓展 但是當時 我自己因為年紀小了 但是 我有記得他們有過一些討論 或一些論述 就是說我們對於國家機器這件事情 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後來 依我的記憶 我的記憶可能有錯 因為畢竟我沒有很 這個 involve這個運動 當時是透過一種 好比上說聯合國 說這個每個國家 都要做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但是 我們很想加入聯合國 所以我們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 去操作國家機器 也就是說國家機器有一些價值 這些價值是進步 或是這些重要的 那這些對於性貧運動 有興趣的這些前輩們 就會說 那我們就來 等於是好像我們寫程式一樣 去操作這個國家機器 它本來就要往方向 可是可以讓我們的訴求 在這個過程裡面去達成 然後就在各級征服 然後甚至現在院級嘛 都已經有類似的 這樣一種 就是操作的按鈕 都已經安裝進去了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非常成功的 就是我們 因為我自己比較 involved的一些別的運動 像動物保護啊之類 是等了非常久之後 才開始有一點點按鈕 所以對於就是比較早 就在國家機器上面 安裝了這些按鈕的運動 我們是覺得學習到相當多 這是一件事 那至於就是說 我們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就是政府 是不是一定保守跟緩慢呢 我自己做開放政府的時候 各位可能剛剛 已經聽到我的做法 就是說 我會說我是一個 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說 我的目標到最後 是政府做的任何事情 人民都要可以做 要讓政府消失 這叫無政府主義 但是呢 我並沒有要在 我有生之年完成它 就是我並不是激進的 我反過來講 就是說我覺得 我做的每一步 只要多往那個地方一點點 我就覺得是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會 一定要設定一個時程表 然後說 各部會一定要在 KPI 一定要在兩個月內 三個月內 四個月內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是我自己的 生活的一個策略 然後也是運動策略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沒有覺得政府部門 在我想要做的就是 無政府主義的這件事情上面 太慢或者太保守等等 但我理解到說 有很多有訴求的朋友們 會覺得說 現在反應速度不夠快 那我會覺得說 同樣的就是說 我現在是在安裝一些 別的開關嘛 那所以大家還是可以 互相結盟的 就是說 如果有更多的方式 能夠讓承辦的朋友們 覺得說 它只要跟人民對話 或者是跟這個訴求 議題談論對話 的結果是減低它的風險 而不是增加它的風險 它的結果如果是 減低它的工作量 而不是增加它的工作量 這兩個只要有一個 當然兩個都有是最好 如果透過我們現在安裝的 這些東西 能夠讓這種事情 多發生一點 那這樣子改變 在發生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 舉例來講 就是新創界的朋友們 他們現在在推這個 所謂的創新實驗 就是叫做沙盒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有一個創新 這個創新一定會違反一些 法規 那在以前呢 我要去行政訴訟 要訴原 要怎麼樣 這個成本非常大 那所以呢接下來他們 就要立法院通過說 好 現在金融 以後再無人車 以後再別的部分 他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違反這個法規 但是呢 他只能違反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他違反了之後呢 他就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當然不能 侵犯各自隐私這些 然後呢 他就做一個公開的報告 然後去各方一起審閱 審閱之後 如果確實法規要修整 這是一件好事 那這樣子的話 去修這個法規的 不管是 無主管部會 或如果是法律立法委員 他風險就降低了 因為這不是一個 新的實驗性的東西 他在台灣已經運作過 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了 所以我們就是靠 這樣子有系統的方式 去讓所有碰到的人 的風險都降低 那這樣的話 改變就可以比較快發生 那我不知道這個 在性品上面 要怎麼使用 我只是 在講一個一般性的概念 有朋友說 這個我認為 跨性別 只要改變生理性別 需要手術是否合理 這個就看他自己 覺得合不合理 這個都是每個人自己 個人的事情 就是說一個人的 生理性別 他要通過手術 改變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就是完全 是個人的自由 那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這題是問 身份證或什麼別的 的話可能有別的答案 但是如果是說 生理性別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 完全是個人自由 好 OK 接下來 有位朋友問說 開發政府的概念 跟神義民主 是否相同 是否因討論過程緩慢 與社會要求快速解決問題 有所衝突 而難以實踐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從 完全從學理上面來講 透明這一個部分 跟神義民主 是完全是契合的 因為神義民主 他要求 Well-informed citizen Well-informed的意思就是說 你來討論之前 你應該要充分的了解 最好跟政府的事務官 一樣了解 這件事情 才能夠進行神義 但我們都知道 政府的事務官 就是各位 是花了非常多時間 才學到這樣子 專業的職能的 一個不相干的 利益關係的公民 怎麼可能 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就達到這樣子的認知呢 所以就表示說 要有就是 適合各種不同 利益關係人的 認知模式的這種方法 去讓大家了解這件事情 而且是可以快速的了解 到正確的資訊 那這些部分 跟神義民主 是完全重合的 就是說 我們在做開放政府的同時 也是在為 不管我們正在做這個議題 未來如果要進行 神醫師的討論的話 累積越來越多 讓大家能夠很快了解 到底正在做什麼的資訊 但是呢 在參與跟課責的部分 不一定跟神義民主 是相符合的 就是說 參與有非常非常多種方式 如果我們現在要做開放政府 然後我們覺得說 這件事情 它不是透過大家面對面討論 可能是因為大家面對面就翻桌子 完全沒有辦法討論 它必須要透過 我先跟一個人討論 但是完整的記錄下來 接下來給第二個人 他的反方 看我的這個記錄 問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然後他提出他的意見 我再完整的記錄下來 這樣子反覆反覆反覆 然後到最後形成一個決定 我們也有一些案子是這樣子做的 這樣子就不能叫做神義民主 因為大家並沒有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彼此傾聽 彼此達到一致的公式的理解 但是這樣子還是開放政府 覺得這還是一種參與的形式 所以我覺得說 神義民主它當然是一種 如果對立的程度沒有那麼高 大家能夠心平氣和的 而且是設定一個 可能不是這次討論完之後 馬上就做決定 而是有好幾段討論的過程 而且利益關係方都能夠參與 這個過程的制定的話 那神義民主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情況 但是有很多議題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沒有辦法滿足以上這些條件 那我們做開放政府的人就要決定說 我們是要盡可能去做政治運作 讓它符合這些條件 然後去操作神義民主 或者我們就不用神義民主 而是用什麼別的方式 讓大家還是有參與 但這個參與可能不是神醫師的參與這樣 但不管是哪一種形式的參與 到最後都還是要做課責 所以我會覺得 神義民主跟開放政府可能是有交集的 那但是我們對於每一個議題 它交集的程度會不太一樣 所以 對 就是說如果社會對這些事情 它就是要求要快速解決 那我們有的時候 真的只能夠 在這段快速的這段時間裡面 盡可能給大家充足的資訊 讓大家有充足的資訊之後 我不知道去公投還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不一定能夠達成 神義是民主的理想上面的一個要求 但它可以實踐的程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概 這是一個學歷上的回答 有個朋友說 開放政府 對某個教育部的提案 教育部就隨便官方回應一下 毫無回應民眾的提案 有沒有在之中 有 就是在我剛接任的時候 確實是這樣 就是Jonging這個平台已經差不多變成鬼城了 鬼城的意思就是 大家對於提案 就已經不抱什麼希望這樣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是說 它的那個懲罰可能就是把它當作是 就是一般的陳情案 或者是部長信箱來回應 那但是這個其實它概念上有個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說它的回應至少有五千人在看 而且它每一次回應就是等於往這五千個人送這個雜誌 等於這五千多個人訂閱了政府辦的某一個議題的電子報 所以說它必須要是 好像是一家報社的社長或編輯這樣子的方式在自我要求 而不是對於某一個特定的人的澄清性 或者院長信箱在這樣子自我要求 所以這個一開始設定就不一樣 可是呢 當然當時Jonging平台架起來的時候 的教育訓練裡面好像沒有包含這個就是新聞編輯台的訓練 所以就是大家在接到這樣子的案子的時候 它的首先的認知就是跟它業務裡最像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就會產生沒有辦法對焦的情況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有在用工作方 然後用各種的方式去讓大家了解到說 並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要把它當作一種自媒體來經營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碰到超過它的那個權責 有的時候並不一定跨部啊 有的時候是在單一部裡面跨三級機關的時候 它的反應就是說 那我就處理我能夠處理的部分嘛 然後別的部分我愛難處理我就把它推到別家去 所以在當時就是我剛入閣的時候 凡是跨部會的提案到最後都變成這種下場 就是說因為沒有一個部會覺得說我要全懶 所以結果就是到最後喬不出一個主辦單位 過了60天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或者有一個硬把它吃下來 可是吃下來之後又不想踩別的部會的線 所以就回了一點點 然後從旁邊看起來就非常非常難受 那因為對提案的人來講 他根本不會腦裡有什麼二級機關三級機關的這種 這種東西 他只是一個訴求而已啊 所以我入閣之後 我們經過跟開放政府聯絡人的討論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些改變 有一個最大的改變就是這個要點的修訂 就是說本來是說有一個主辦機關 然後有很多協辦機關 然後每次喬這個主辦機關大家就會大大出手 然後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做了兩個改變 一個是說我們去喬主辦機關的這個代表 每一次是一個固定的人 就是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每個部會至少有一個可以有好幾個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有玩過最近這個我幫忙翻譯的一個遊戲 叫做信任的演化 就是兩個人互相這個丟一個硬幣 對方可以得到三個硬幣的這樣一個遊戲 他是在教大家說這個信任 他必須要是靠持續不斷的互動才能夠產生 如果好比想說你到觀光區去買一個東西 你只會有一次互動 那其實大家是沒有辦法建立信任的 基本上就是先學觀光課再說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每一次的承辦在以前是不同的人 那現在因為有看法政府聯絡人制度 所以每次都是相同的人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互信比較容易建立這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兩個部會或兩個機關 彼此都認為彼此應該是主辦的時候 那以前是要看哪一個出席的層級搭 這種很不科學的方法 那但是現在就是說只要有爭議 就所有 好比想說A認為B是主辦 B認為A是主辦 這個時候兩個就都是主辦 然後或者說A認為B是主辦 B認為C是主辦 他們有關的那個部分 所以這個我們在新的這個要點通過之後 就明天了嘛 就是要處理一個跨了三四個不回的案 就是在FB上面會出現很多那種 詐騙式的購物廣告 然後大家買了之後就會獲到付款 然後你拆開來 你買的是iPhone 但是他送一塊石頭來 對然後又 然後但是呢 這個時候宅機便已經走了 因為他沒有要等你的義務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退貨 退貨他就會說我要扣你運費 那扣運費就算了 可是呢他就說我兩個月之後再來收 然後心情就很不好 那這種事情其實不斷的在發生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至少牽涉到小寶 經濟 他如果是境外進來的話財政 然後交通部因為有貨運物流 所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在以前的話就會變成是 一個單位持下來大家只能處理一部分 那現在因為有沙威馬那個影片裡面的那個處理方法 所以我們就是三四個不回 各自認領了自己應該處理的那一部分 然後我們統一的進行這樣子討論 所以第一個就是有追蹤 而且有難一點